疾病來勢洶洶 猛爆疾病致死率超高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看到 最快的疾病 大概都是所謂的 就是細菌或是病毒的那種感染 那種可能你早上看到還好 下午四五個多個過後之後 那個細菌已經不知道成長多少倍了 那個病人可能就從原來的血壓 從100%就直接掉到5、60%了 所以那種感染的那種 不管是病毒還是細菌 那種繁殖是最快的 你一開始沒有看出來 你可能就很快就會掛掉了 我們常常聽到的 什麼猛爆性 猛爆性 通常都在講說 這個疾病就是很快 我們台灣最常聽到就是 猛爆性肝炎 因為鼻肝跟細肝在台灣是最多 你知道猛爆性肝炎有多可怕嗎 之前就有個台商 他就是常常大陸跟泰國 還有台灣是三個地方 一直飛來飛去… 有一次可能他就去泰國的時候 他就覺得就發燒 他說他太太以為他是 因為那次他帶著他太太 一直去出差 他就在泰國感冒 感冒就本來這禮拜 預計要回國了 他也為了這個延期 因為就是有點發燒 不能過那個海關 他就疲累了兩個禮拜之後 才飛回國 飛回國剛開始的時候想說 還好 本來身體好像感覺有點恢復 結果隔不下一個禮拜 他又開始變累 又覺得累累 他說他覺得很怪 然後他太太就說 會不會是你在泰國生病太重 有沒有 元氣未負 有沒有 你不然再喝一點什麼人參 什麼什麼 再喝一點那補氣的東西 他太太又買了一堆東西給他喝 再補氣… 結果補了幾個月後發現不大對 因為他其實 他就說他覺得先生好像 皮膚變得比較黃 他其實很難分辨你知道嗎 因為他先生就是 本來就很黑的人 黑帝的人 不是很白的人 所以不是那麼明顯 但是 小便確實變得比較黃 結果隔了幾天之後 他發現他跟他先生講話 他先生好像有點 問不對 你不知道在跟他講什麼 有時候回應會有點像 晃聲晃聲的 他再來馬上覺得不對 當天拉他先生就衝擊什麼事 說到我們今天一抽血 我們一看就是知道是一個急性肝炎發作 後來去看他的病例 他本身有B型肝炎 我們在測 他也確實是一個B型肝炎的大發作 當然後來他的運氣 剛開始運氣沒有很好 我們就趕快說住院 那在那個年代 像現在B肝細肝 大家都照有特效藥 那個年代的藥效果並不管 我們很多時候都在把肝擾出 我們那時候就用這個肝擾熱 幫他治療 他發現他從12一直到15 後來還有到20 那時候我們還跟他太太講 說這個再上去 你大概就準備要再把他送去大陸 因為國內可能 暫時沒有辦法幫你炒 如果你要救他 可能要去國外 有可能要做這件事情 好在真的是還滿不錯的 到20幾的時候 那個黃膽開始慢慢的往下降 慢慢的往下降 後來我們的診斷就是 他就是因為B型肝炎大發作 造成一個猛爆性的肝炎 其實所謂的猛爆性肝炎 就是指說 你肝細胞大量的壞死 造成沒有辦法提供正常的功能 肝炎有什麼功能 解毒跟合成 那解毒的話 所以那像那些那種 蛋白質傳出來的胺素 蛋白那個肝沒辦法解 所以那些就會衝到腦裡面 所以就產生所謂的肝腦病毒 所以很多肝不好的人 腦袋也會這樣子 不是很清楚 另外合成 肝大合成的東西 最主要就是一個 所以肝功能到後期的人 因為寧血因子沒有了 所以就很容易 一碰就出去 一碰就出去 所以肝硬化的病毒通過都是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 他應該是一個 在國外感染到某個病毒 激起了他的免疫力 他產生了一些抗體 不但攻擊那個感冒的病毒 也攻擊鼻肝的病毒 那些鼻肝病毒 平常是藏在肝臟裡面 被抗體就開始打 就連他的肝細胞 一起通通都打死了 所以才回來 就產生一個猛爆性的肝炎 但其實台灣猛爆性肝炎 最常產生原因是 亂吃藥 吃藥物最常見 吃一些傷甘的藥 比如像那個普拿藤類的 或是 像這種因為感染而造成的 那個猛爆性肝炎的大發作 這種比較少 只要聽到猛爆性 不是病人比較緊張 是醫生比較緊張 因為通常治療後果 常常會超過 那我們這邊 自己醫院就有曾經一個案例 所以她是一個中年的婦女 那她是什麼病 她是子宮肌瘤 太普遍了 太普遍了 她從年輕的時候 就常常因為驚痛 就是有時候會看婦產科門診 那有時候掛急診 因為我們知道女性驚痛 有時候男性沒辦法體會 很痛 痛起來 非常痛 痛起來那個樣子 我們都認為說有這麼痛嗎 有 真的嗎 有 有 我可以 你會 你不行 你可以 這個中年婦女 她從年輕就有肌瘤 然後一開始痛吃藥OK 到慢慢年紀變大的時候 反而她的痛就越來越明顯 就本來可以看門診 結果後來到 幾乎每次到生理期的時候 她要掛急診 到後來那個痛一來的時候 面色蒼白 甚至會倒汗 醫師認為說 這個是附膜液 然後做一大堆檢查 他就抓去拍刀 因為真的我這樣說 她痛的樣子用肌瘤 真的用說太痛了 所以她很多次 生理期來的時候 就一年 就一兩個月 兩三個月就要掛急診 來的時候就很痛打針 結果她最後一次掛急診的時候 也是一樣 進來說醫生看 一開始也認為是附膜炎 因為真的冒冷汗 面色長白 坐輪椅 整個人彎著進來 結果醫生要幫她做檢查 她說醫生不用了 你是不是第一次看我 我就是驚痛 厲害驚痛 你快點幫我打什麼什麼針 因為她也知道 什麼什麼針對她效果比較好 對啊 久冰層涼衣 久冰層涼衣 結果醫生看之後 看看病例 確實每次這個痛 這個都是常常打 醫生還很謹慎 問她說你現在痛 跟你之前驚痛有沒有一樣 她說醫生不要再問 痛的一樣 幫我打一樣的針 這醫生就打了針 打完針因為太痛了 醫生說你留意觀察休息一下 她說醫生不用了 醫院很吵 醫院很吵 病人也多 我打完針回去觀察休息 在家自己休息就好了 所以醫生講講說 看她先生陪她來 看起來好像也很有經驗 結果她要回去了 回去之後 她是下午來的 下午來的隔天 再隔天的清晨 換句話講 清晨大概五六點 又被她先生帶來了 她同樣的表現 冒冷汗 面色常白 這時候護士一量血壓很低 高血壓大概只有七八十左右 這個冒冷汗就不是痛到冒冷汗 是 所以她就直接被推到急救室 急救室之後 打止痛針 這個掉點滴 這個疏液超絕檢查 結果檢查 包括一出來之後 醫生心裡面就量了一半 為什麼 那個血液包括醫生看了之後 就知道她接下來下一步 大概就是所謂的 她的白血球很低 所謂的白血球耗光了 那不僅低 裡面的成分 有一半以上 所謂的不成熟血球 就是所有的作戰的時候 有一半以上是小學生 未成年 什麼意思 可戰之兵用完了 腎臟衰竭已經出來了 結果後來我們就知道 她是個嚴重感染 結果後來送到家貨病房 在家貨病房大概住了 很長的時間 洗身洗了大概一段時間之後 大概花了一個多月時間 才慢慢慢慢穩定下來 那這個洗身會變長久 她是如果是渴 她是急性衰竭 如果可以渴 恢復的話 她可能一段時間有機會停掉 她是後來停掉了 她是滾民 趕快拉回來 結果後來大家想說 她什麼是什麼疾病 結果後來她在血液培養 她長了所謂的 所以A型的 大家覺得這個菌很罕見 其實也不罕見 正常的身體裡面 其實在某一些 我們比如說 它有些人少量 她還是會帶這個菌 可是如果你的免疫力 都很正常的時候 這個菌是不會作怪的 它會被免疫力規範 可以看管好好的 可是當你身體發生變化 這個菌一旦大量 快速繁殖的時候 它是屬於一種 我們所謂的蝕肉 這個吃肉 蝕肉菌 它是屬於蝕肉菌一種 所以它就是一個很 症狀表現 其實就是一個精痛 那精痛女性 在精痛生理期的時候 她比較容易感染 再加上這個菌 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身體狀況不好的時候 就快速短時間 大量繁殖 它變成一個 痣病菌完來的時候 它就直接進入敗血症的一個程序 腎臟衰竭 它等於會吃你裡面的器官 對 它器官裡面 都斷成少了 就整個腸子腫得就是很厲害 而且一堆的腹水 那時候想說 會不會是要開刀要切腸子 不過後來它還好 它是沒有開刀 不過腎臟壞掉 不過大概洗身 一個多月之後就回來 所以有時候你很難想像 就是它症狀 就是一開始 就是一個精痛的表現 而且是那麼長期的問題 不過這次一旦出問題 所以猛爆 這個冰猛爆 這個猛猛爆 猛猛爆 真的 精痛表現不到48小時 敗血症 多重計劃衰竭 洗腎 後來就結果了 其實你看 這個體步真是做不完 因為我們奇妙病例大隊 對啊 我就上個月有遇到一個病例 它是一個63歲的女性 那本身就是有三高 都很正常的在控制 那就是在急診前一天 它突然覺得有發高燒 然後胸痛 那也沒有什麼特別 那再過了一天之後 開始覺得小片顏色又黃 那它就到這個急診去 那急診先幫它說一下抽血 發現它的肝子數飆到500度 那黃胆指數也偏高 那當下當然會先優先 考慮是肝膽的問題 所以就幫它做了這個電腦斷層 結果電腦斷層就發現 它很多的膽結石 然後其中有這個膽結石 掉到膽管去 造成這個阻塞 所以它是一個 急診膽管 而別合併的這個敗血性休克 所以它是滿危急的 那當下我們就是一般都會 先收給這個胃腸內科先住院 然後幫它做抗生素的治療 那隔天就趕快緊急安排這個 所謂的內視鏡膽管取食 也就是做一個像未經的檢查 事實上它是做到十二指腸 把這個膽管在十二指腸開口 把它切開 然後把石頭撈到腸子就結束了 那想不到這個病患很特殊 就是它在十二指腸 剛好在那個膽管開口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氣勢 大概五六公分 很少見 那所謂的氣勢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它就是一個在腸道裡面 如果長期的壓力太大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腸子壁 壓出一個像空泡的構造 就有點像氣球上面 米老鼠耳朵一樣 那它剛好這個膽管的開口 就躲在這個氣勢裡面 所以它幾乎沒有辦法去找到這個開口 所以當下就趕快會從我們外科 那我們就是盡快幫它安排 這個所謂的比較高階的 這個單孔的手術 那單孔的手術 幫它做這個膽囊切除 膽管的石頭也幫它清除 那病人恢復非常快 四天就出院 單孔手術 其實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這麼大的一個特殊耗材 我們就是在肚脊的一個 大概兩公分左右的傷口 把它塞進去 那我們在這個上面會有很多個孔腔 我們可以包括像這個腹腔鏡 內視鏡或者是這個氣線 伸進去到肚子裡面進行這個手術 那手術完成之後再把剪體 從這個單一傷口拉出來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